1927年9月秋收企业开始 企义军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由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邸委员会统一领导 企义军在向长沙进攻的过程中受到严重挫折 毛泽东在文家市集结部队 说服大家变更进攻长沙的计划 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乡干边界农村山区进发 这是一个伟大的开端 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他又在三湾改变了部队 把党支部建在连上 这支人不足一千的队伍 于十月进驻井冈山 开始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第一个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 由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渝部 与毛泽东所部惠师井冈 组成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朱德任军长 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